我问你 你为啥非得买这个DLC 这不是内容跟之前差不多吗 它有12个神庙 那内容也跟之前 之前也有神庙的 也都差不多呀 它还可以解锁 传奇的黄金人马 那不是都一样 差不多吗 不一样的 像我这种大神高丸 我就得去玩那个黄金人马 那它主要有啥 主要有摩托车 咦咦咦